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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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觀眾我剛剛經過討論 我和欠賞決定要吃這一家 什麼 竹地 竹地本館 然後也是吃壽司 這裡的價錢應該算 走開啦 據先生來說 價錢應該還算蠻正常的 我要幹你囉 這樣3500耶真的不貴嗎 可以啦 你一個那個 百元販賣支影片可以吃30盤 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也是齁 真的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去吃吧 海賤 要多一個 可能 來 那個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吃完那个竹地 然后 Sushi 大怎么讲 好像很高 他们上拍摄 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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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什么大 大本馆这样 我们刚刚吃一吃觉得说 吃这一餐压力好大哦 第一点我进去不能拍摄 然后他说只能拍寿司 所以我后来就只拍寿司 那第二点是 握寿司的那个师傅他一直看我 先生也觉得说 压力真的蛮大的 只是觉得说 很难有这种体验 所以我们觉得还蛮特别的 所以各位假如有空来日本 也可以来这里 竹地市场这里有一家 这家不错吃 那好啦我们今天行程就大概在这 因为我们今天到日本已经晚上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是直接回去休息 如果喜欢吃影片就在下方按订阅 请喜欢 蛤 你是在后面 蛤 你在后面干嘛 你是不是觉得吃这一餐压力很大 对啊很特别 可是很特别 对真的很特别 每个 之前有听说 嗯 就是有一些日本师傅会很care 很care什么 你端上去的时候有没有马上吃 哦真的哦 或者是你就是 沾酱的时候 有没有让那个醋饭沾到酱油 因为我刚刚有好像有做错一小件事情 算做错吧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我拿我的那个寿司去沾酱油 结果是醋饭沾到 然后就散开了 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说 诶 要这样用就是反面去沾酱才对 所以我觉得师傅应该是蛮care的 对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 酱油 就是醋饭是沾酱油 跟那个食材是沾酱油 食材是沾酱油 它的影响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 散掉的关系 有可能是会影响口感还是味道 但是就是有一些 寿司师傅会很care 可是我觉得这一家不错吃啊 入口即坏 好好吃 我最喜欢鱼子烧 我最喜欢鱼 鱼鱼 我的没有鱼鱼 鱼鱼肚 超好吃的 你跟我一点 他这么多好吃 你又没跟我讲 他还跟我说 你可以再点一个 好啦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我频道的话 欢迎在下方跟订阅 一起喜欢 那继续的去追蹤我 各的FB按照我们的家里 也追蹤我是Hren 然后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